3,2,1 8 Hello大家好,我是雷大老第一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MSI海皇级的使用体验 海皇级是 微星定位客厅的游戏主机 为此呢,微星还特地 附赠了一个 XBOX的游戏手柄 当然低配版的是Zero手柄 OK 包装盒内除了主机和电源 适配器外呢,还有一个 主机的竖放架和一根 短小晶焊的HDMI线 这根HDMI线呢,是 桥接前后HDMI接口 方便VR使用的 包含支架整机重量 3.26kg,算上 电源适配器4.73kg 面积呢,咱们稍后再说 厚度上不算脚垫有 6.9cm,便携性上呢 可以不那么轻松的 放到一般的17寸游戏本的 背包内,但是 但凡有便携性上需求的话呢 都应该购买 笔记本电脑,而不是主机 主机再便携 他的小伙伴们 屏幕呀,剑鼠呀 并不方便 OK,海皇级相对于 一般的全塔式半塔式的主机 对他优点在于 他更加小巧,不占空间 和长距离运输呢 不会损坏,相对于笔记本的优点呢 就在于他性能释放更好 长时间工作稳定 对于像我这样 长得帅,然后大学和家 离得比较远的,同时 又不满足于笔记本性能的人来说 可以说是,确实是戳中了痛点啊 当然啦,他的代价 那就是要放弃性价比移 以及限制一些升级 他只有一个 2.5英寸的硬盘位和一个 M.2的固态位 两个笔记本的DDR4内存位 未来升级呢,也只能选择 小版的显卡 以及支持 H310芯片组的 英特尔CPU H310 是的,没有超频 没有奥腾 没有雷电3 内存最高支持到 双通道32G DDR4 2666 性能方面 默认就减了0.1 浮电压的6核 i7-8700 不带K Cinebench跑分 成绩默认是1285分 但是啊但是 Windows10 最近又 也不能说最近 今年又更新了1803 春季创业者更新 可以开启卓越性能模式 25的跑分呢 可以达到1344分 在湿温22度 湿度60%的公调防下呢 AIDA64的稳定性测试 单考FPU半小时 CPU对高温度为88摄氏度 此时装了功耗墙65瓦 而且 过分的是 它BIOS里面锁死了功耗 而且无法解锁功耗墙 因此呢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折腾 因为CPU体质貌似不是特别的好 XTU里面 拉低电压 哪怕是0.05V 都没有办法通过半小时的烤机测试 要知道我原先 革命家的 6700HQ 最低 拉到了 负的0.145V 都能够通过半小时的烤机测试 OK 我们接下来说显卡 显卡是非公版的小红龙 GTX1070 默频1500 实测最高加速K到1800 嗯 甜点圈烤机最高74摄氏度 峰值功耗180瓦左右 GP GPU核心体质为60.2% 嗯 不是特别好 小红龙电竞中心中也是隐藏了 一般情况下 微星主机应该有的显卡超频选项 为了稳定性呢 我也不去超频显卡了 毕竟是一张小卡 我怕它塞热跟不上 倒就蹦掉了 双烤下的成绩呢 基本不变 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 开始变得吵起来了 贴着主机噪音最大52分贝 但是只要离开30厘米 噪音就会减小到35分贝 嗯 根据噪音图的图例来看呢 它也不算特别的吵 OK 以上所有的成绩 都是基于火力全开的 极限模式下测试的 小红龙电竞中心 还可以自定义它的散热和性能释放 对于性能不那么苛求的话呢 雅给开启静音模式 这个模式下 是真的几乎就听不到它的噪音 在网卡上面 它内置的是 英特尔的AC9461无线网卡 最大速率433 兆帕 击成了蓝牙 在存储方面呢 2T的7200转 机械硬盘 中规 只能说中规中矩 固态呢 它的速度 以及4K响应等等各方面 虽然说不上顶级 但绝对不落后这个时代 条条框框说一大堆啊 我们接下来再讲讲实际体验 守望先锋1080P 极高特效下 训练宝场滑一圈 平均220帧 最低呢 也不会低于174帧 太安玩6号 1080P 全特效 渲染倍数75% 效能评估成绩 平均155帧 实际游玩呢 大概在165帧上下 在浮动 家里有矿质 溺水寒 这个我在直播玩的时候呢 全特效下 1080P 平均45帧 最高也不过107帧 加了一点点细节的M&D 用上瑞炫以后呢 13帧 扫雷30帧 说完性能 我们接下来来谈谈它的实用性 海皇级主打呢 是它的轻便小巧 当我第一次拿到并开箱的时候 着实是 失望了一把 如果你们本来选购的目标是主机的话呢 你会为其紧凑的外观所经验到 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 本来是打算够买笔记本电脑的话 海皇级呢 可能还是太大了一点了 平均面积和15.6英寸的游戏本 嗯...差不多 这么说大家可能没有个概念啊 我呢 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呢 是海皇级 这个呢 是9.7英寸的iPad 2017 这个呢 是日本2018年第一季度最畅销的漫画书 这个呢 是一本即将动画化的轻小说原作 这个呢 是6英寸的建国Pro2手机 历劫万岁 好了 它大概呢 就这么大 但是哦 海皇级的330伏的电源适配器 有这么大 在IO接口方面呢 正面除了耳机麦克风以外 还有一个HDMI接口 一个USB3.1 Type-C 两个USB3.1 Type-A接口 后面呢 是一个RJ45 四个USB2.0 一个USB3.1 Type-A 和三个OFC 正面USB中 其中有一个支持最大18W的快充 RJ45呢 是千兆头 记得要使用超五类线 如果一重视四类线 速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快了 后面的OFC音频接口呢 是原声支持5.1声道的 以及无差别的输入出出 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你可以麦克风 多声道音频 低音单元 几个接头 随便插 在系统中都可以指定它的任务 而且 一旦你接入了5.1声道耳机以后啊 微星主板所支持的纳美音效 它就是你的物理外挂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 什么样的人 不适合购买海皇级 请注意 是不适合啊 海皇级的价格 从五千起步到一万次 覆盖了大多数玩家 以及大多数工作者的需求 找不适合的买家 反而还要快一点 首先是还在花家里钱的大学生 海皇级很好 但是也很昂贵 而且贵都贵在了非刚需层面上 同样性能发挥的半塔式主机 可以便宜三四千块钱 如果你是垃圾佬的话呢 还能便宜更多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话呢 还在花家里的钱去买一个 有点溢价的产品 我觉得不太合适 其次是有便携需求的人 因为如果有便携需求的话呢 别说海皇级了 即便是更小的微星G25 以及蓝场小骷髅NUC 都不适合移动办公和移动游戏 笔电二合一Windows平板 都会来的更好一点 最后是发烧友 这个不多说 看中顶级性能小伙伴们 根本就瞧不上海皇级 在视频的最后啊 我还是想说一句话 威星 打钱 我是维大师 我们下次再见 一看这配置 一看这价格 马上就会说 哇 这是智商检验机吧 同样的配置呢 带卢大师检验出来 诶 这不一样吗 但是他们会有很多的体验差距 因为很多看不到的地方 花的钱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上述所提到的5.1升卡 实际Bpass带宽的USD3.1 以及近乎无声的风扇一样 这些东西没有也一样有 但是一旦有了 体验就会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